连锁便利商店逐渐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消费场所 继统一全家之后 而花联终于又多了OKMark的选项 12号中午花联第一家加盟店于城中大楼一楼举办开幕 包括市长魏嘉贤、县议员魏嘉燕等人都出席剪彩 也幸运到许多乡亲前往采购 迎接双十一 花联第一家加盟店OKMark进驻花联市城中大楼 十日中午举办开幕仪式 市长魏嘉贤与超商营运群张建中经理既加盟组 一同主持剪彩开幕 给予开幕当日前200名到店顾客红包大放送 吸引许多乡亲前往采购 真的很开心在城中大楼这边有OK便利商店能够落成 那我相信它是一个开始 它也会不断的往外延伸 有更多的OK店也会在花联展店 那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一个优质好的便利商店 能够服务更多的客群 在此也要祝福我们OK便利商店 在花联的业绩藏宏 那能够服务更多需要采购的每一位朋友们 也祝福能够让这个商圈越来越热闹 我们在今年呢就是加盟了OK便利商店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间 那我们的计划呢是会在吉安乡人里那边啊 或者是庄晋路这边呢 我们计划是开三到五家我们的公司加盟 那很开心跟OK商店可以一起合作 那可以提供一些虾皮的服务啊 还有一些商品的服务给广大的市民 那我们会用我们用心做好我们应该进的服务 邻近国税局的城中店门市 方便停车 内外都有座位区 除了一般零售 更提供民众最需要的虾皮寄取件等服务 同时强化及时餐饮供应 并推出多项促销商品活动 此盼为花联商店提供更快速便捷优质的超商服务 记者长邦彦华理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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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